再来说说清洁能源的事 为了适应打造环保城市的要求 澳大利亚海港城市霍巴特 决定要在市里的一栋十层大楼的屋顶上 来安装一个风力发电机 而这一举措在整个澳大利亚上述手里 长期以来 霍巴特市一直依靠煤炭发电 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 不过随着煤炭价格的不断上涨 和环保的要求 这个海港城市终于决定 要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作为海港城市 霍巴特市不缺风力资源 于是风力发电 与所应当的成为了首选 涡轮风力发电机 通常安装在山丘或者平原的高塔上 高达近百米 不过近年来 比较小型的涡轮风力发电机 正纷纷涌现 使得它们可以安装到房屋的顶部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安装工人们成功地将多个风力涡轮 安装到了该市的一栋十层大楼的顶部 据介绍说 风力涡轮机在风速达到每小时12公里的时候 开始产生电能 随着风速的加大 输出的电能也随之增多 在风速达到平均每小时30公里的情况下 大楼的风力发电总功率将达到48000瓦 可以满足该大楼所需能量的14% 由于风力发电具有低成本的优势 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城市均分布在海岸边 这使得风力发电很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新的绿色能源趋势 目前霍巴特市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包括悉尼 墨尔本等大城市的关注 这些城市纷纷表示将在近期前来霍巴特市 考察和借鉴当地使用风力发电的成功经验 进行风力发电话